劇集《智能愛人》 將會在下星期 在翡翠台播出 這日一眾主演包括 李佳心、陸永、馮瑩 關彩堯、麥美恩、簡淑儀 蔣志光和詩君等 出席宣傳活動 為新劇造勢 活動模擬AI產品發佈會 阿里還帶上假髮 以機械人造型量上 原來她在劇中 和陸永、瑩瑩的關係 是錯綜複雜的 我是一個職員 職員是我的上司 上司看不起我 看不起我 但那些 最好看不起 最後又喜歡 喜歡 我是她的老闆 其實我也是職員 職員遇到一個上司 主人 主人不知道是否喜歡 但我喜歡 後來發現她不太喜歡 但主人又喜歡上司 她是她的老闆 但我們不喜歡 她不喜歡大家 老闆的老闆又不喜歡我 不喜歡她 那你機械人 我也不喜歡她 喜歡她 對 那你這個 機械人 她就給她摸 摸著東西 但我可以摸 她就沒得摸 對 當然他們兩個 都有被人摸的 裡面 但完全不是我摸的 放心 而我也沒有被人摸過 簡單來說 整套東西就是看 阿里和瑩瑩被人摸 所以我沒得摸也沒有被人摸 阿里首次挑戰演機械人 不可以眨眼和笑 不過最辛苦是要戴頭套 我不信你不是拍完那天 立刻我丟了頭套 我到現在都是這樣想 怎知道現在有… 要保持到現在宣傳用 對呀 這個訪問一完 她就… 頭套 哈哈哈哈 這部劇裡面都是夏天 會不會… 定住假髮 又要扮AI 又不開笑 會不會很難 不眨眼和不笑是困難的 因為那些對手就… 那麼 funny 說話那麼跳 那麼難捉 就是每個人都… 很聰明 但是… 你可能是夏天 夏天的頭套有點熱 但我的衣服就很冷 身就很冷 頭就很熱 整個過程都是這樣進行 很多限制是… 要做一個機客人 就要… 不眨眼 不流汗 或者… 造型一定要很 fine 不可以有人的元素在 所以是多了限制而已 美穎和《士君自爆》 在劇裡面 會有激烈的愛情動作畫面 演出非常大膽 而Kelvin的角色是形影上司 所以她都說演得好過癮 好激烈 激烈得不得了 激烈得真的出不了街 有些畫面 動作上是激烈 當然 意識又大膽 意識很大膽 就是 簡直很有幻想空間 你看她連我都接受到 你想想她多大膽 就是 她又接近 我也覺得《士君》很大量 激烈 我是其實負責機械人公司的老闆 在裡面我是負責罵瑩瑩 經常都要對她發洩 我們看得很興奮 你會看得很興奮嗎 是呀 我覺得罵得好 有些少許亦正亦邪的一個人 是呀 我覺得很邪 你覺得我很邪 很面白 整件事很黑化 這樣可以罵就好罵 是嗎 是呀 有機會的就是 是呀 很喜歡罵婆拍的 很喜歡罵婆 她也很喜歡被我罵你 是這樣的 泰神和Jessica 在劇中都是扮演機械人 所以他們在演出的時候 都花了不少心思 要有些機械人的動態 還有說話可能沒那麼流暢 會不會自己都會加了自己 特別構思的東西進去 都有 我特別慢 因為我的型號是比較舊的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 所以她可以 嗯 嗯 她加上自己的聲音 是呀 生意輝就有後期做 那就不用我了 她說 是呀 那Jessica呢 我覺得其實演機械人 比演人更難 因為原來人說話 你習慣了有表情 又說話有節奏 然後當你要拿走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的 我記得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會每一晚跟Siri聊天 因為我很想 因為我想學她那種的 的說話 那個語調 或者他們的空間 就是每一隻字 可能休息一休息才說